第四節 我們一直都講人腦 但是現在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 這個人工智能是否慢慢超越了人的智能呢? 這裡就馬上跳了第二個題目了 就是我們由天文科學 到這個基因科學 到這個神經科學 另外一個也是21世紀最大的科學躍進 現在講的是人工智能技術 計算機科學方面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預計就算是2023年 我們最多最新發現最大的 依然會是這些基因 神經 算是幹細胞 算是癌症治療 再算是人工智能和天文科學 都是離不開這幾大的 為什麼要提一提一點蝙蝠 講人工智能呢? 雖然我都對於他們很實際的運算細節 都不是太清楚 但是在今年來說 那個人工智能我想最大的突破 又是出現在年尾的那個OpenAI那樣東西 台長你有沒有試過去 真的自己去試過玩一下那些checkboard 去做一下問答 然後看看他能不能夠答到很厲害的東西? 我自己沒有玩過 但是我的節目 就是不在這個節目裡面 其他節目我們討論過的問題就是 以色列不是以色列是一個猶太裔的AI的工人士 他跟電腦聊天之後 他認為他是有意識的嘛 後來就搞到Google要解僱他了 不是解僱AI 而是解僱這個人 就是這樣 這裡牽涉到很多問題 你覺得他有意識和不符合那堆有意識的定義呢? 我想是有一段距離的 就是你很容易覺得家裡的排球有意識的 你可以覺得的 你覺得是跟你在溝通 你可以這樣覺得的 但是這個事件令我們也更加關注了 就是現在的AI的演進 如果你說十年前我們發覺 Apple的SERI可以跟它去做對答呢? 我們已經覺得很震撼一下的了 很厲害的了 但是現在伸出的 就是這些什麼叫checkboard 這些東西呢 其實一直是在湧現著 一直是越來越豐富著的 那我自己在我的教學工作裡面 都遇到一個新的挑戰 就是有些同事告訴我 喂 你有沒有留意這個checkboard? 喂 現在將來的學生寫essay 他不用自己寫的了 他直接問那個checkboard 那個checkboard幫他寫出來的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 他又可以寫到他未必一定是和偏偏一樣的 那你又不可以說要抄的 但是這些東西又不是學生自己想出來的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另外有一些讀文科的朋友 他們也是 尤其是讀哲學的那些朋友 又跑去拿這個checkboard來不斷試 那其中他們就發現 原來這些這樣的AI 他回答那些人文科學問題是很厲害的 就是你問他什麼 就是各個的哲學大師他們的思想做一個比較 他會把一些東西給你聽 但是呢 我自己的直覺就會覺得 通常這些checkboard呢 你要去做一些很量化 或者是真的要去和那些數學啊 理科有關的那些東西呢 就是一些不一定是靠死記爛梅的那些東西呢 我想他未必可以吹水吹得那麼厲害了 那現在就 台長你也找到的就是說 哇 我們將來怎樣去判辯 究竟那個學生是不是用AI來去交份功課給我呢? 尤其是交essay這些這樣的功課 隨時可能改了大篇 原來給了一個滿分 原來就是那個checkboard出來的東西 那怎麼搞呢? 那現在呢 我覺得呢 對於我們教書的人都挺頭痛的 但是背後反映到呢 就是這個這樣的人工智能的技術呢 它在那個思維的能力 甚至乎在一些藝術那方面呢 其實就是你會看到 它的藝術創作能力越來越高 所以就 我會覺得 就是一年過去 可能我們去年時講的回顧 都講到人工智能怎樣怎樣 那今年你會發覺呢 它似乎又升了下級了 現在不只是寫文科 我這裡看就有個AI board 是寫了一篇科學論文 是啊 就是它可以做到這一類的東西 那究竟它是一種研究式的論文呢 還是一個叫literature review呢 那是兩回事來的 可以是 因為你要去做發現啊 做實驗啊 做創建 那些東西不是你坐在那裡 自己多看幾本書 就看到回來的東西來的 一定要你要經一經過手啊 自己去 真是叫做 鑽研那個思維出來的東西 但是譬如在某一些比較簡單的領域 去做一些總結啊 那些這樣 可能你找一個的AI 是真的可以幫你做到這件事的 那它這樣的 現在這個都是很新的 它說呢 就有一個人就叫了AI一個系統 寫一篇五百字關於一個叫GPD-3的 還有加上後面的citation和reference 那結果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而且寫得不錯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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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起碼不會記錯啦 就是啊 是啊 是啊 那你還要是 有路有一個文章的form 一個月購在那裡 就是我只能夠說 這個東西在去年這個時候沒有 今年這個時候有 我就不是很懂得怎樣去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危機來的 就是我覺得我又多一個 就是多一件事會被人玩 就是交了一份這樣的垃圾 AI文給我 它編的可能不是垃圾來的 但是我根本上沒有辦法判斷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一個同學做 還是真的一個AI做 如果是這樣就都挺麻煩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社會趨勢 比剛才你擔心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將來我們很多工作 我們已經靠那個人工智能去做 是啊 接下來我們要擔心 哪一些工作比較容易 被人工智能去取代呢 我不敢說老師一定會被人工智能去取代 但是人工智能就會威脅到老師的那個 那個飯館 就不是說取代這個工作 而是給了很多麻煩這些老師 令到這些老師很多機會出錯 那但是舉個例子 譬如說駕駛呢 駕駛呢 你會看到大家可能留意Tesla 他們那些怎樣整法 你說技術上現在去到哪 我自己不是這個使用者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都知道林志榮撞車那件這樣的事情 究竟他去到那個地步能夠克服到什麼問題 克服不了什麼問題呢 那我還沒有去深入去了解 那個樽鏡位和突破位會在哪裏 但是你會看到人工智能那裏 一路去 很多時候是怎樣 去幫你去做決定 做判斷 他怎樣可以做到那個判斷 和人那個水準差不多這件事呢 你會看到逼得越來越近 但是這些東西就純粹 我都是只有一個趨勢而已 但是這裏要進去 說回一樣 跟我們剛才之前那兩三次的事情有關 就是在那個人工智能幫我們去確認 那些基因序列是會產生一種什麼形態 什麼外殼形態的一種細胞 或者一種病毒呢 我們是越來越有心得的 因為其實你給一個基因資訊 那基因資訊它就會吃得去喊那些mRNA 再去喊你身體去製造一個特定形狀的蛋白出來 就是譬如你說 我們現在的疫苗技術 就是運用到mRNA 來製造一些和肺炎病毒外殼碎片 形狀一致的一些蛋白出來 那現在呢 就是說我究竟給一個什麼的mRNA資訊 它會製造到什麼形狀的蛋白 這一樣的東西似乎是交給人工智能做 是會做得越來越厲害 那接下來的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到在那些疫苗的開發 製藥那方面呢 就會看到就是以前就只能夠 好像起一個模型玩一下 那些模型基本上就幫不了我們去發明新的藥的 但是現在呢 當你用那個AI將它訓練得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那它就會在這一部分 擁有了一個人類都擁有不了的能力 它就會比起人類更加懂得 怎麼去發明新的藥物或者新的疫苗來去醫治 尤其是呢 剛才也都在上一節也有提到 好了 癌症治療那方面 那大家現在都知道呢 講一些標靶藥呢 試過幾次不行就不行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呢 你說的標靶藥就是要追蹤那個人病人 身體上面藍細胞的一些特徵 甚至乎一些變化來抓住它 來去令到那些藥物 懂得去追著這些藍細胞來殺 如果我們這個人工智能技術 去認這些這樣的細胞外部特徵的能力越來越高 甚至乎就是說呢 我們能夠了解藍細胞的DNA 拿到裡面它我們認為有用的基因資訊 將它製成一個mRNA的製劑 而這個mRNA的製劑呢 它會產生一些好像癌細胞的外殼碎片 然後你再教識身體去打這種外殼碎片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它用一個醫治肺炎病毒的手段來治癌 就是去醫療癌症 這個原理是這樣講的 但是裡面的技術細節 你不同的病症也不同 但是我就會說一次過結合到人工智能 結合我們的mRNA技術 甚至結合了幹細胞技術 接下來這幾樣的合璧 就是說不定 可能甚至乎在明年或者三五年的時間 可以看到人類醫治藍症會有一個很大的飛躍在這裡 那這個可不可以估計其他的疾病都有類似的突破性的發展呢? 這個就不敢說 但是我想最容易受到關注 和最容易去為人所接受或者是被人去試的話呢? 就是在講癌症這些這樣的疾病 可以看到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可能很有錢的人 去走到生命的會期什麼都試過了 我想他會毫不猶豫去試這種什麼的新技術 看看可不可以令到再可以拖得長一些 甚至會根治這個疾病 就是在這個研究方面 那些人在講的嘛 就是說你如果由基因層面 由免疫系統層面去解決這個癌症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最後將癌症視為一種傷風感冒來處理的 其實就是 那如果我們去比較人的智慧和人工智能的時候 那個分別是不是只是在那個創造力方面呢? 就是人可以將一些無厘頭的東西 將所有的聯想在一起? 那我都不夠膽這樣講 就是在今年的那個AI 他表現出來的那種創造力 其實都是不妨重複我們自己的經驗 你給他多一些經驗 他就能夠用多一些經驗 去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但是你如果問我 真的是你說人類 它能夠 就是 比起人工智能 就是暫時優勝的位置在哪裡呢? 其實很多位置都不優勝的了 因為人工智能很多時候 又能夠做些事情它的記性好 然後它能夠洩裂的範圍多 它又不會累 但是人呢始終就是 都還有一個能力去決定 怎樣去運用這些人工智能 而不是說那些人工智能 決定它怎樣用個人 就是我想就是說 在那種叫做 不是說只是創作 簡直就是鑽研和開拓 這類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想 人腦還是有它的優勝的地方 而事實上本身 人腦這個機器 它在那個學習那裡 都依然有很圓妙的地方 你要去教識一個人工智能 去認一隻貓和一隻狗 你要教很久 但是很奇妙地 你教一個嬰兒 怎樣去分一隻貓和一隻狗呢 你其實是很快就學得到的 那就是 在這裡就是說原來 人這個腦 和這個人工智能的這些 這樣的運算 其實人腦都是 它有很多的運算元件 但是可以在一個很低耗能量 耗電量的情況之下 運作了很多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人腦這個硬件 那個機身是有限的 那個精力有限也會累的 那是欠了這個原因的 但是它那個基礎 本身的運算能力 抽象思維能力 都還是有很大的潛能在這裡 是啊 那後面那裡就是現在最新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透過人工智能 去做出來的 generate出來的圖畫 那我們到現在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判斷 人工智能的本質 和人的智能的本質 是有分別的 我想這樣就不到我們去想的了 就是 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個分別在哪裡 就是由它的表現去看得到的 就是你說會不會 將來 我不知道去到明年這個時候 再做這個回顧的時候 我們發覺已經 那個open AI發展到的那個地步 已經完全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分別到它了 不是的 如果到那時候這樣 不用我們兩個做的了 兩個模擬了出來 一個梁錦祥 一個陳志雲 就做到一個節目的了 都不用模擬的 他們最簡單就是說 就是很簡單 陳志雲和梁錦祥在這個科學新資的 那個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憑著自己過去的經驗 去知道哪一宗的科學新聞 照計是接下來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件事是透過我們自己的經驗 去找到一個pattern出來的 譬如陳志雲的想法就簡單一點了 他就由科學新聞看頭條 然後看看去哪一個Journal 大約再評估一下它的潛在影響 和我們未來人類最關注的那十大問題 有多有關 基本上你去判斷我們今晚節目 講不講這宗新聞 台長可能你又有另一個角度 你又有你的新聞觸覺 跟著就 還有新聞觸覺這件事 其實會不會我們都教會電腦可以有的呢? 其實你問我這個日子不遠的 但是就 我不知道 剛才你說的那些已經是algorithm來的 是啊 是的 其實我們有我們一套自己 未必都很說得出的algorithm在背後 是不是? 我們有一些rule我們用了不知道 我們有時候會輕微地嘗試去 去偏離我們這個rule 有沒有一個新發現 那這件事你一樣可以教個電腦去試一下去做 是不是? 那 就是 不知道 我願意相信就是感情上 大家現在還是想聽過 有血有用會犯錯會亂摸東西的陳氏運動 這樣像是 嗯 希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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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們這個細節完了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我們下次再見 就是這個2023年 但是現在不要走 我們還有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 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